TIM 吓 李拜同一个地方 行政院长陈冲才宣布 只有两类若是军公教 能领年终未冠金 但没想到 这项改革 竟然只现明年春节有效 是不是明年度 又可以扩大成这个事实而已 全部都发 这个年终未冠金 我們每年都會定注意事項 每年都會斟酌國家財政的狀況 那總要有個邏輯啊 你什麼情況要發啊 什麼情況不能發啊 那你今天不發的原因是什麼 今天不發主要是因為今年整個的預算編列 財政困難是不是 台灣的財政困難不是今年才發生啊 財政困難早就發生啊 這個問題是逐年會檢討 對不對 現在提出來是針對今年 一年而已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明年以後還要看經濟情況怎麼樣 再做調整嘛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沒有聽到行政院 有對這個問題做一個詳細的解釋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重新再編回來 或者是增加 都有可能嘛 對不對 退休軍工教的年終慰問金 不是取消 而是逐年檢討 甚至還可能增加 綠委可是聽不下去 最新的民調顯示馬總統滿意度 只有百分之十幾 不滿意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六 那跟滿意度沒有關係 所以大部分全台灣的台灣人民 大部分對你們施政 過去不是沒有貢獻的 是失望的 人民是無助的 國家是沒有希望的 這不是每年調整的問題啊 這基本上不符合 共平正義就是馬上有改革的嘛 是不是每一年的社會對立就會一次 每一年的階級對立又會被提起一次 不是 陳委員我們先處理今年的事情 大有為政府應該做的嗎 陳委員我們先處理今年的事情 是應該你們這樣子 對於我們所有台灣人民的一個分裂嗎 其他事情會整體來考量的 你現在的做法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的做法也是一種法制化嗎 其實每年訂也是一種法制化 立委氣得跳腳 因為一旦退休軍公教年終就領 看在一般退休勞工眼裡 不只羨慕 到底發放標準在哪裡 只要沒有明文規定 爭議恐怕又難平息 鄉親土的兄弟 今晚大家晚安 我要講一個 我要講一個 我認為對的事情 我支持陳忠跟馬英九明年再訂一次 但是你不能只對軍公教來訂 你訂的原因是因為如果明年財政好 國家比較有錢 照顧六世 我請問一下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還是眼中只有軍公教才有弱勢嗎 勞工受薪接近沒有弱勢嗎 所以我贊成 我贊成明年固定 但是絕對不能說 還是把原來的軍公教 當作只有他們弱勢 這跟事實不符合嘛 不是不符合公民證 是不符合事實 所以你明年要再訂 可以 那你的標準不說軍公教 而是弱勢 各位朋友和各位做參考 我們在這裡和各位介紹 現隆市議員來賓 第一位 我們的立委 謝謝你好 過來 感官立委 陳廷菲 謝教授 大家好 過來 咱們知政媒體的王水町 大家好 感官 知識媒體 咱們的總聯話 主持人高北洋晴 大家好 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是嗎 玩假的年終慰問金改革 只限明年 南偉邱文彥昨天表示 他剛剛才知道 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 只有今年取消而已 他詢問 明年經濟如果翻紅大好 是否會再發 政院秘書長陳士奎點頭承認 律委邱智委痛批 2014年跟2016年選舉僵致 年終慰問金最後又變一場假改革 這是第一點 如果經濟明年翻紅大好 是否會再發 過來 年晚 陳奎今天上午表示 退休公務員年終慰問金制度 發放行之有年 是每年頒訂注意事項後發放 今年因為考量國家財政狀況 僅保留兩類人員可以領 注意事項是每年訂定的 若要法制化可以討論 至於明年發不發也要再討論 我們許天才 立委他對於經濟 研究 財經還做過市長 怎麼來看 其實大家記憶還很清楚 是按照的2802億 就是我們管閉令 立委去找出來 因為在2001年年代 科青年已經跟 這個退休法的施行詞則 優關聯中慰問金這條三條 表示法律的緊急 施行詞則已經沒了 所以在今年7月7月 是怎麼可以在7月14日 要選舉以前 不應該這2802億 都發下去 違法編列買票嘛 就是9年年代 他比較快的 用質疑事項 所以不是每年檢討 是7年才用質疑事項取代 是 有法編的施行詞則 這是這個 這個來由 今天2802億出來 我才沒請 大家正常這個不夠 你說人家點什麼都在請 是 不然你今天沒在上班的時候 要還有那個 含類似工作獎金 聯中獎金 收賞的慰問金 是 所以大家反抗 反抗 他現在倒不掉 不敢說 沒有我們弱勢 那部分 那部分10幾 10億而已 所以2802億 減掉 110億 還有180億 但是他說180幾億 他原來 他現在算是要檢討 每年要注意事項 但是 那些國營屬業 那些10億 他都放 假不知 假不知 這個兩個問題 所以今天 他都說不定 都說不定 黨委檢討 如果是 沒有法緣 但是他是行政給付 不是法定給付 當然 可以依行政的需要 透過必要的程序 包括去日本人審査 但是相重要 就是有合理沒有 如果合理的 比較多錢也要發 沒有合理的一家人也不能發 這法定的國家就是這樣嘛 民主的國家就是這樣嘛 所以今天 都轉移焦點 就是什麼 我要花的錢 我要給誰的錢 我心裡 都捏定 是給你應付錢而已 所以改革就是假的 是 我們來看看 中國媳婦 今天 南方說 讓每個人都成為命好的人 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 本來就不能讓有些人 得享特權的好命 而是要讓每個國民 都有好命的權利 如果社會公平 人生而機會均等 沒有了不平的感覺 當然就不會有嫉妒之心 因此 請我們的當政者 多著 多著重社會的公平正義 這意思就是說 這篇文章 其實它沒有講說 誰要刪誰不要刪 但是重點在 多著重社會的公平正義 這句話如果放在馬英九 或者陳徽的公法裡面 我們真的要請問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別的勞工 受信階級 不能像軍公教一樣 弱勢弱勢 我想沒有人反對 弱勢應該支持 可是為什麼只有軍公教弱勢 才算數 金菲 其實我們一直在說 我們台灣人民 其實每一個改善的人 都為這個社會在打招 大家都應該向照顧 大家也應該在制度的討論當中 不應該去規格化 就是說 什麼人那麼重要 什麼人那麼不重要 大家都很重要 在我們這個社會當中 但是我們今天一直在說 這個年終未問金 一直講到就是說 你在九十九年 你可惜他已經 用到不合時宜的當中 來把它刪除掉 你為什麼在一百年 你為了要選舉 連後還用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還不是行政命令 注意事項 就來變這個200公里 我們說就是說 你既然沒有法的根據 然後你用這樣子 注意事項來做處理 這樣台灣人民當然感覺說 這怎麼像有差別 所以今天為什麼 我一直很煩惱說 這件事 如果繼續延遍下去的事項 每一年 社會一定會病 對 社會一定會病 尤其你看成潔 跟他抵抵幾天的態度 又改變 一開始說這個問題的事項 他就是說 發令都符合 結果一直搖出來的事項 說根本就沒有法案 他才把這個人撒給客氣 客氣撒給行政 他撒來撒去之後 各位真的看到說 社會的混亂跟社會 完全不一樣 他比較快跳出來說 好 我們要檢查 而且我們現在要照顧到小 剩兩年而已 好 現在這兩年之後 現在說一說 本地是說 以後都要改革 馬英九也說 他出了很快 又把陳葵說了 結果現在又改變了 現在只有今年而已 就是只限明年 也就是一月份要發的部分 但是如果再後一年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又要選議 又要選議 就是這樣 因為這段時間 他們很多國民黨 尤其國民黨的理會說 他們去遭殘的時候 都給軍公告的人 說你們現在是怎麼 三萬的年終未問金 問題是 這些聲音 是不是會回到他們國民黨 是不是回到馬英九的兒裡 現在他們叫我開始煩惱了 兩千塊一數年還要選議 是不是他是埋下伏筆 在2013年要討論的時候 因為跟2014接近 所以他為了這個選票的問題 他必須要去做這個改變 所以他現在也不跟你說 要發到不發了 他有留下一個福音 經濟翻紅大好 明年是否再發再考慮 但是我們說的 社會不會蓋你每一年 都來對立一年 那經濟翻紅是 是只有軍公將有貢獻嗎 勞工沒有貢獻嗎 那你既然要分紅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經濟翻紅 這個送禮儀錄在哪裡 這個儀錄是誰說的 要儀錄什麼 像老公說他要加新主委 他就要經濟成長率超過 2個月超過3% 2個月超過4% 你的標準在哪裡 你也沒說出來 所以你今天紀念要說 你是不是要把法治化 法治化的公平性在哪裡 你覺得對台灣人民來說 來 順調 這個麥英九以前最愛說 他要long stay 所以一切都實際 有浮動油價 麥英九說明年要來浮動店家 你現在發現還有浮動的公平正義 為什麼 第一端春選佈後 麥英九說 哎呀這符合公平正義 照顧弱勢 關懷中良 聽清楚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家都說 哎呀 彈春 他說的話說 2萬塊月退風一號要照顧 為了國家商產這要照顧 聽起來對 我覺得大家都覺得對 不對 不過他說不要去另外 都在法律裡面 每一天訂一個注意事項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每一天訂一個注意事項嗎 他來選佈這件事很簡單 就是暫時緩兵之際 暫時讓大家所有的人 把那個劍靶子不要指向他 然後呢 到了要選舉了 2014年七合一 2014年總統大選 我們不客氣說 2014年 如果是麥英九繼續這樣 他一種的政策 他絕對大叔 對吧 他突然間在2014年七合一選舉進行 他說基於公平正義 照顧弱勢 關懷中良 所以一次 連本代理 本來當郭伯伯 有沒有 突然間跟你加碼三個位 是 國民黨的立委會不會過 一樣會過 一樣變相買票 這個小的 到時八九百萬的壽星階級 會接受嗎 來 年華 最近我們大家討論很多錢 包括待會我們要討論 理會的辦公費用 該不該編 我認為我只有同樣一個標準 所以這個標準只有兩個原則 第一 正當性 第二 合理性 軍公教 退休軍公教的慰問金 第一 他沒有正當性 沒有法律 政府編任何一毛錢 要依法編列預算 沒有法律 等於是 你這個預算是不能編的 第二 有沒有合理性 年終獎金是怎麼來的 是因為老闆說 大家這年 過期這年很辛苦 公司有賺錢 我分一些獎金 給大家好過年 退休軍公教辛苦什麼 18%領得很辛苦嗎 還是月對風花得很辛苦 他既然不辛苦 根本也沒有合理性 可以領年終獎金 所以我覺得這個錢 一毛錢都不能編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法律 你現在要編可以 法律送到立法院來審 審完之後 照這個法律 該編就編 另外我要請問陳沖一件事 你的月收入2萬塊以下 這個標準是怎麼訂的 為什麼我們的 基本工資是18000多 為什麼我們的內政部的貧窮線 是14000多 為什麼國民年金的計算基準 是17000多 為什麼軍公教是2萬 是 是軍公教的物價生活 如果花的錢要比較多 所以2萬 你要訂同一套標準出來 如果說2萬以下 可以領年終慰問金 那勞工很多退休之後 領不到2萬了 是不是他過年 也可以領個1.5個月的 年終慰問金 中秋端午也加發 半個月的年終慰問金 全國的國民要同一套標準 是 其實我們可以聽 軍公教育裡面 我認識一個好朋友 中校退伍 一年大概超過4萬塊錢 但他太太沒有退休金 兩個人 這個人等他2萬塊 結果一看 高階將領 高階政務官 到馬英九都砍不到 這些人先砍到 為什麼舉這個例子 唯一就是說 馬英九裡面的不公平 看起來不是對軍公教好 是軍公教裡面中校上校 甚至因為上校是七八萬上去 中校以下拿來墊背 所以上面的人 一點都不受影響 可是他又博得自己的美名 這個就是所有的軍公教 中校階級也加上勞工 一起來把馬英九幹掉 我這幹掉之後 把他弄到他幹不下去 這樣子他才會知道 什麼叫做民意 什麼叫做苦民所苦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 休息一下我多繼續 謝謝 民進黨不天堂 不天堂 拿出標語大喊口號 建國黨成員 直接到民進黨中央 要求刪除立委的9A津貼 國民黨跟其他朝野政黨 一個都逃不掉 因為刪除9A津貼 成了全民運動 國民黨團也閉門 開黨團大會 結果黨內炮聲隆隆 都把矛頭對準提案的 蔡建元 一般民眾對A的認識 就是A的錢 這個是非常不公平的 對委員來講 尤其是認真做事 認真服務的委員 是情何以堪 我不認為這個字是對的 我有把這個 我提這個案子的 來龍去脈的思考 做一個討論 我也說因為沒有事先 跟同仁們先溝通過 帶給大家困擾 向他表示歉意 國民黨立委炮轟自家人 蔡建元提出的刪除9A津貼的提案 包括文具行動電話費 出國考察費 汽油補助費 服務處租金補助費 住宿補助費 立法研究補助費等9項津貼 每個立委一年高達172.3萬的津貼 卻只獲得5個國民黨立委支持 黨內達成共識的只有刪除2A 也就是住宿補助費 立法研究補助費 以及購買手機的津貼等 一年33.6萬的津貼 兩項方案差了100多萬 一點都不符合民眾的期待 其他的項目到底要刪除多少 我們要問每個委員的意見 到明天下班之前 我們再把它匯整下來 作為後天的超委協商的依據 我們立法委員在要求自己 從國庫拿取任何一毛錢的時候 那個法委員依據 要比任何其他人所根據的法委 要更堅實才對 我會堅持我的提案 對我也堅持我的提案 是的 蔡正元鐵了心堅持9A一個都不留 黨內沒人相挺 乾脆向民進黨喊話 五位委員同仁 拜託他們一定要站出來 要對全國人民做一個適當的回應 只要沒有法院依據的 通通要刪除 我們沒有他那麼高級 因為他動輒要買電視台 又是投信的董事長 又設入中營土地的這種弊案 如果我跟他連署 有人主張全山 也有人建議時暴時消 民進黨團星期三 也要召開黨團大會 凝聚黨內的共識 9A津貼這把刀該怎麼砍 藍綠立委到底誰有改革誠意 全國民眾睜大眼睛等著看 好 各位朋友 我是覺得國民黨這條很厲害 因為這是馬英九迪的中常會裡面說 他在黨裡面說的 這個事情好好去查 但是如果按照一定的標準 不該拿的就不要拿 那我們同意 我們同意的情況之下的意思就是說 那麼以這個標準 來對待立委 對待所有的人民 軍公教或壽星階級 還是說政務官 包括馬英九跟他們砍手 我們來看一下 立委9A 藍只願小砍3萬 一年福利172萬 民眾說吐出來 再來改革好難 這是蘋果 這是聯款 改革好難 49個藍維持有5個願意删9A 一個是用A字 另外一個名詞叫做福利 我們現場就有兩位立委 來天才兄 剛才我們電視報導是說津貼 那這個津貼到底是做什麼用途 如果是福利的話 那當然全3 立法委拿薪水怎麼還拿福利 所以福利要前三 但是它是費用 它是費用 我們這個國務院有辦公室 辦公室那個辦公 有政府那個單位的費用 集有費頂頂 立法委員自己靠自己 他的生日 這個服務處 他有很多專民服務的項目 頂頂要開銷 所以這是費用 是費用 但費用到底有合理嗎 可以檢測一下 但是不能說那是A錢 那A錢的話 那當過立委的都有責任 是到當時誰當立法院裡面的集合委員會 立法院的集合委員是立委去組 立委代表去行行行行 這個經委都能通過 所以那些人突然問 絕對不是生意的這個立委 我問我問我問 我問我問我問 我問我問我 我等到當選而已 我又欠 又不夠錢 又欠 我這個很免費 甚至還要繳錢 我這個又刪掉 我要安裝服務 所以 那個費用 是因人而異 因地而異 不分副的 跟副業的 不一樣 白白副業的 不一樣的地方 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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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走一個通 好多走幾十公里 甚至幾百公里 那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負義王 要去檢討 會檢討一下 但是問一個手 又用破甩的說 要做A錢 A錢都要刪掉 A錢今天都不用再討論 也不用怎麼要開黨團會議 前三 問題是真的A錢 讓我們要看清楚 另外一位 林飛 最近實在是 我覺得說 讓這個A 我們覺得真的是 有點 對我們大家其實 很認真的立委都不公平 像我跟許委員 我也是每天 幾乎每天就是 南北這樣子跑 所以說這個部分 其實它是辦公費用 因為在我們的法官的部分 就是助理費跟辦公費用 它是可以編列預算 當然我們現在要討論 辦公費用 到底它的範圍在哪裡 是不是 這幾項有超過 辦公費用的範圍 這個是要檢討的 但是不可以說 這個費用變成都是A 這樣實在 我說真的 最近如果不是說 把這個細項 可以說要看的實在 因為它是用費用 辦公費用 然後一筆 然後雖然這裡有細項 可是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這些細項 都沒有注意 是最近在說的實在 我們也覺得 好像有一些不合時宜 所以我也暫行說 真的不符合時宜的 不符合法令的 不合法不恰當 不合理 就是應該要刪 不過我們說 如果真的是費用 我們也建議說 就是時報時銷 其實可能就像 許委員所說的 區域的領域跟不分開 就真的不一樣 它的開銷開機 跟它 給我們的範圍就是不一樣 它所重視的部分 也不一樣 工作重點也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重點不一樣 好 就用時報時銷的 是 然後 我們所有 應該有的辦公費 那個都有收據 實際的收據 都可以由立法院直接支出 這個又沒有任何的 都不用進到 我們立法委員的 我們的賬戶裡面 都不用 就是全部由立法院 直接來做支出的動作 給各單位 官報收據來 他給各單位的事實 這樣是不是所有問題 就不算 都A不A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 用9A 尤其又是蔡振元 說真的 蔡振元本身 我想說 家大業大 而且數 夾體又大 所以他今天 用這樣子的字眼 來把所有我們立委 大家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我一直在說 或許他自己不用心服務 所以他會覺得他A 但是我覺得說 今天可以檢討 所有的費用 可是不能用這個字 來冠上 在所有的委員身上 好 我們大家會記得 為什麼馬英九 僵三禮拜 最後年終獎軍 刪到只剩一下 大概七八億 一百多億就刪掉了 為什麼 因為火已經燒到 馬英九跟總統 周美欽夫人身上 一個18%拿過 未來還要拿18% 一個拿13%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財政如果真的這麼差 馬國務費調高啊 貶值政社 砍回三千萬元 馬英九一上任 編成四千萬 還有啊 馬英九一連任 變出的車 整個都換 整個都換 幾百萬上千萬 整個都換 綠委質疑 馬英九你六三三跳票 沒有跟人民道歉 也沒有兌現 承諾捐出半薪 當國人薪資水準 倒退到14年前 國務費英語刪除 總統府秘書長 楊敬天表示 國務費最高 曾經超過六千萬 近年業務越來越多 事實不夠用 最好不刪 這位如果會用的 大家一體來看待 再來 大家坐好聲 經濟不景氣 失業率高 退休軍工 叫年終慰問金 以及立委9A補助 備受爭議 對於馬總統過去承認 六三三跳票 要軍心一事 陳奎今天在立院表示 他跟馬總統請教過這問題 因為他看報道上有媒體報導 結果總統說 實際上每年捐款超過薪水的一半 我先講一句 馬上傳過去 馬燕姐你要聽清楚 薪水一半捐出來 跟你捐出去不太一樣 捐出來就你的承諾 你要捐出來 或者你不領 捐出去 那是你自己的名義 捐到哪裡去 我們都不知道 這兩個就算也不能混為一場 更何況 拿出政策來 小學生 可能連小學生跟幼頂 跟孩子 用基本的算數就知道 是 馬燕姐每一年 他的財產 現金增加多少 增加比率 和他一個月 薪水多少 包括你的獎金 打下去 這個六三三做不夠 薪水一半 不是我們別的 是你自己 人在提問的時候 你自己 談成答應的 對不對 你可以不要說 你答應之後很簡單 你就要做到 你六三三 現在還誰 國民黨跟馬燕姐 什麼人在說六三三 最好怕 最好讓大家都遺忘 薪水關一半 很簡單 你薪水一個月多少 你就關一半 關一半 弱勢團體 尤其 在你主政的過程當中 說我難聽 加福 一年多這麼多 孩子 需要援助 你關到加福 關到其他的弱勢單位 我都同意 你不記得 馬燕姐我講 宣傳也解決不了問題 對不對 陳聰公 他請到馬燕姐 馬燕姐說 他關錢超過薪水一半 好 你關的錢 敢是薪水的一半 你敢是由薪水拿出來關 或是由國務資料費裡面拿出來關 拜託 你國務資料費 旁邊多一千萬 四千萬 执行率百分之九十九 你 現在人家說怎樣 說因為他事務還多需要怎麼樣 還有 行政院長陳聰在立法院 接受質詢 他怎麼說 特別費我一毛錢都不要沒關係 我拿來靠散我的屬下 如果我們的特別會 首長特別會 是拿來靠散他的屬下 全部都三 一毛錢不需要留 為什麼 你的屬下國家又給他 沒有薪水嗎 薪水 獎金搞不好津貼什麼東西都有 為什麼 要用國家的錢 另外編一筆特別會 讓你去犒賞 那是不對的 還有就是說 我要特別說 九位立委這個話題 是特定媒體炒出了四五天 這個 是不是他們才立法委員 自己去搖來 我要說坦白人 剛才的事情 坦然面對 今年三十二萬的出國費用 我覺得太高 可以討論 但是這個事情可以討論 可是就好像我們不是把 所有的軍公教 包括退休的人 都跟污名化一樣 你不能來就把整個 立委全部都污名化了 一個一個去討論 有沒有法源依據 很簡單我跟大家講 馬英雄 他在國民黨中怎麼說 現行津貼若無法源依據 應檢討其正當性事後決定 是否賦予法源同時 訂定合理額度跟標準 他為了這個錢 兩度發表談話 我現在就餘子之矛 公子之盾 很簡單 這樣我請教你 為什麼 退休軍公教人員的 年終慰問金 為什麼你不肯入法 不肯有法源依據 一定要每一年 弄一個定定一個注意事項 好讓你每一年 歐龍水都邊不一樣 為什麼同樣一個馬英九 對兩件事情 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標準 年黃兄數學怎麼樣 數學還可以 我們給他算一下 馬英九進行說一個月薪水 一毛不花是47萬 結果他存了多少錢 48萬 好現在我們聽到最新的訊息 馬英九 陳宗說馬英九錢 總共捐了一半出去 那麼如果是47萬捐了一半 剩下23萬 算我們一下 他一個月捐到只剩下23萬5 他如何存48萬 那表示說他還有業外收入 他還有業外收入 我鬥不起來 一定要有業外收入 因為你已經一個月捐掉23萬5 你一個月還可以存48萬 那表示你的業外收入 還有24萬5 也就是他一個月實際拿是70萬 對就是表示說 除了薪水之外 你還有另外一筆收入 那這個收入是哪裡來的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對於 一個有邪惡黨產的政黨的立法委員 說立委A錢 我覺得很好笑 全國A中華民國A最大 就是你中華國民黨 你的統戰到這段 從哪裡來 說不清楚 幾個百頁 蔡振元你自己還跟中癮 也是前國民黨黨產 還有官司在簽證 還在訴訟當中 那請問你有什麼資格 在講這個事情 而且我覺得 我提醒民進黨不要上當 大家不覺得這個時間 配合能巧妙嗎 沒有錯啊 九月立委吵了幾天 引起社會關注了 原來軍公教 衛問金只有今年不發 明天再考慮 是 他只不過想抓一個人來墊背 混水摸魚就這樣混過去 為什麼 我們常常在講說 國會議員要 我們希望我們的公教 有專業的立委 什麼叫專業 就是說他除了立委的收入以外 他沒有其他的業外收入 他不是老闆 他也沒做生理 他也沒包工廳 我們需要這樣專業的立委 剛好我們在座兩位 都是很專業的立委 他們是人 他們不用吃飯 他們家裡不用用水電 你不給他錢嗎 好 給他薪水 那請問他聘請很多助理 他需要服務助手 需不需要開銷 需要開銷 我再說一個不算 大家也不要在那邊 假清高假道學 立委要不要跑紅白鐵 要不要送洗帳 送花籃 送晚蓮 有時候甚至交情好一點 還要包一些電衣 或是這個好理 你歡迎他有便宜嗎 沒有 這立法院是沒有編預算的 那你叫他幹什麼 從哪裡拿錢出來 而且我覺得 我同意陳廷非委員講 時報時交很簡單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郵料補助費 通行費 請問台北市立委 還有住宿費 對 請問台北市立委 用得完嗎 台北市立委你有沒有用通行費 你怎麼有需要走高速公路 就算走也不用通行費 這個可是 我沒有問一下蔡振元之前 他那些錢都是怎麼花掉的 對 現在的制度是 我這個錢就給你 你有沒有花在通行費 我不管你 以後 還有住宿費 大家時報時銷 我相信對許天才 對陳廷非來講 郵料補助費 通行費 對他們來講 根本不夠用 那時報時銷對他們 是有好處的 因為我用多少 我就報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可以討論 但是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 立委都在A錢 我不認為 我覺得立委該給的 要給他 那就錢花在刀口上 不要放在自己口袋 這樣都沒有問題 是 一個拿18%的 勤奏拿13%的 總統跟總統扶林 一個東線 占尾台灣國家的 幾千億的 他在跟人民說 這裡要多少多少 所以我是認為 這個議題其實是適可而止 我們回過頭來問我 馬英九 你到底什麼時候 要做一個支持的人 從自己做起 從自己做起 蘇紮權被你們 加拿去 一棟房子捐出去 蔡英文被你們 加拿去 18%捐出去 你們那些民 馬英九 從馬英九 城中一直到 包括你們這些 國民黨的立委 你們還是要做一個 給你看看 這段先告一下 消息一下 台灣銀行是國內銀行界的龍頭 百分之百官方持股 但卻也因此 稱了退休軍公教人員 18%優惠存款的受害者 軍公教現在18%的優惠存款 一年的利息金額 已經來到801億元 其中139億是由台灣銀行來負擔 台灣銀行資本額700億元 但是過去五年 負擔18%優惠存款利息 就高達757億 等於吃掉一個資本額負擔沉重 而且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 剩下的662億 更讓財政問題雪上加霜 根據統計 三年後 軍公教18%的利息成本 將攀升到1400億元 大最高峰 如果等到民國137年制度落日 國庫至少還要再施血兩兆元 現在的狀況不一樣了 而造成了我們市庫 或是國庫的一個負擔 這個政府應該要有所擔當 台銀的負擔就是全民的負擔 因為台銀是全部的公股 因此對於18%的改革 我們覺得其實大家也要用同樣的標準來審視 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都應該趁這個機會 把它拿出來檢討改一改 什麼18% 13% 還有各種補助各種福利 趁機會改一改 那個財政困難 大家共提時間 立委呼籲馬上檢討 地方政府也跳出來喊苦 因為截至今年9月底 全台12縣市積欠315億元 其中高雄市有將近120億元 交不出來 地方政府的財政 大家都是哭哈哈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 基於全國的一致性 我們也是一年要至少編出15億 對18%的補助 這個部分應該由中央政府來承擔 關於18%的負擔 台南市政府一年大概要負擔 32億新台幣 也必須要去檢討 它的公平正當性的問題 那中央政府應該責務旁貸 拿出一個一致性的態度 讓地方政府能夠有所遵從 地方政府希望中央拿出辦法 但姑且不論是台銀 或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來出錢 其實最後都是全民買單 各位朋友馬英九和陳聰他們都是無辜的 因為他們都重聽 重聽是無罪的 但是你說這些 我們來看一些數據 分擔18%縣市欠台銀315億 退休軍公共18%優惠存款 一年利息負擔已經增到801億元 其中662億由中央及地方政府來負擔 另外的139億由台灣銀行負擔 還不就是人民來負擔 不僅讓地方財政雪上加霜 更嚴重侵蝕了台銀的獲利 我們就這樣子看 澎湖也有這麼多 新北市也有這麼多 新民東大家都有 隆重欠多少 欠315億 而且每年都增加 因為他真的無錢 再來 104年付款是最高峰 將要支出達到1400億 18%如果不改 至少還要花兩兆 台灣一年總預算都不到 都不到兩兆 退休軍公教的18%的優存匯率 預計將在三年後的民國104年 達到副管的最高峰 屆時一年將支付1400億元 估計到民國137年 18%制度才會完全的落日 國庫至少要再負擔超過兩兆元 現在可以說相當嚴重 目前每年是八百空一億 三年後 因為退休的高峰高 所以就要付1400億 跟18% 我還要包括其他的退休金 有的退休金 目前是1400億 三年後變3千億 所以說全國18%都落入了 157年 民國137年 我們台灣的財政都等那麼久 所以要面對這個 屬於很多基層 尤其早期 退休的 一齣而已 薪水低的 是可憐 是 他現在18% 他一國也不可能兩萬塊的收益 是 那是很可憐 是 但是 這邊的舊子和新子 是 84年 以前退休的 以前進來 這邊也不退休 結果他現在可以領兩行 領一個 84年以前上班的部分的年子 可以算18% 是 所以加加的 這邊高高 薪水高的 會溫溫溫 14點以上的 14點的 這個溫溫 跨兩者的 那最好 它的替代力 人家說退休之後 跟退休前 有在做工作 跟退休之後沒在做工作 畢竟 所以沒在做工作 退休前的薪水 電腦比以前在做工作 比較高 是 那是18%高 所以這部分是非常不合理 所以18%不是不減稻 大家不通就說 18%要減稻 這是什麼信賴保護原則 這是過期 薪水低 那都是一部分沒錯 這部分要另外一半 要補充 甚至要再提高 要再補充更好 但是這個高高 最年前 還沒解決以前 一個月而已多少 18%又27萬 一個月27萬的離生 他要上班 只錢到加了 一個月27萬 因為18% 我們現在 定期多少 1%而已 所以目前這個制度 當期延免來看 沒有解決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改決 改決要合理 不可以 刪掉的 不可以 刪掉 但是不可以拿 趕快行行 不然政府 如果財政破産 台灣不可以 大家都很熟悉 都不明白 還領幾場 他們就不可以領 所以這個問題 已經金財 筆財 不可以不檢查 這今年八百多億 八百多億 這錢要拿來做什麼 有很多學貸 單親 公益 殘障 很多 沒錢沒錢 一抵三 但是這個八百多億 比較好 要拿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自由市場今天 軍工就18%優惠存管 余額到利息的統計 我們就要稍微看一下 利息支出台銀 負擔是橘色的 政府負擔是紅色的 我們看一下 民國高漲年期間 有34萬戶 當時存款的拿來拿18% 有3311億 農眾五百八百四億 再來 35萬戶 631億 664億 714 752 773 770 764 768 780 880億 還要往上推 到了104億是1400億 人數從34萬 一直到50萬 還比較擁有的人 還會贏三天的路線 這給各位看一下 再看一下 教師公務員其他行業的 初任薪資的比較 在過去 這個綠色的是其他的行業 橘色的是公務員 紅色的是教師 以目前來看 其他行業 兩萬幾塊 這個呢 多少 三萬七 三萬七 這個多少 三萬九 其他行業最低 過去的確曾經有 好像看起來其他行業高一點 但是我們看到了 也不過那一兩年 其他一直往上飆 一直往上飆 18% 21%是最高的 現在固定在18% 過期民間最好碼是14% 現在剩多少 民間剩1% 連1%半都沒有 一直往下降 達到了18% 固定的各位朋友 真的沒說白了 陳菲 其實最近這些問題 誰都有討論 因為 100空隙 你就要達到高峰 就像我說 軍保 軍保為什麼最近 會被提出來探討 要討論 公保也是要討論 勞保也是要討論 就是要討論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在緊張 看要怎麼處理 現在18%也是不喝一樣的問題 所有地方政府都付不出來 都欠錢 都欠台銀錢 欠錢已經是 定義一個資本 所以不喝到這裡 大家要去面對 當時跟民進黨 之前 大家就是已經看到 100空四年這點 所以在95年 雖然那個改革台 也覺得我們希望的是 18%應該整個三豬雕 但是我相信 它有一個輸背景 所以當時民進黨 用一個 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 就是用你的所得替代率 來做這個處理 就是把你的18%優惠存款 給你下修 但是到馬英雄的時候 100年 大家知道 100年 因為100空隙要選舉 100年的時候 它又修法 把這個18%額度 又可以回存 把過去民進黨 減下去去抓住 有可可以回存 也就是當時候 可能民進黨要求 就是200萬 他又把它回存 要求可以到300萬 所以這個部分 又增加了負擔 所以我們說 那時候民進黨 改革的時候 讓民進黨 讓民進黨 整個民進黨 所以那時候 我們選舉的時候 2008年選舉的時候 讓民進黨最多 我們說 你們沒辦法 我們說他的票 都絕對照料料 因為你們就是把這個 18%優惠存款 下修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都面臨到 整個選票的壓力 所以在100年的時候 馬英雄 可以說他的民調是最多 所以他為了選舉 冠軍還給回存 但是現在不能 我們100空四年 這些壓力來了 要怎麼處理 各管市政府 已經沒辦法負擔嗎 中央政府 你要來負擔嗎 你要來負擔嗎 中央政府 你每項都要負擔 公布你也要負擔 公布也要負擔 現在我們要求 今天我有諮詢陳聰 我說勞保的部分 你什麼時候 要提修法過來 他說三個月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收到的時候 雙隊長未來落報 也一樣是 政府要來負擔 所以這三項保險 都是我們政府負擔 現在行這18% 政府也要變經費 未來報的事情 政府有多多靈靈 這樣是不是到時候 如果整個中央政府 都要破散 這樣台灣就不用算了 台灣是不是很拱手讓人 這樣是不是 現在我們應該要 未雨綢磨 為了我們台灣的未來 為了我們驚孫的未來 大家要怎麼來共體時間 要怎麼來處理 來減到一個方向 不是像你現在政府這樣 抓殺手不管 看你們自己怎麼處理 反正均說到 在政黨來說 在陳聰來說 這一個是他們的鐵票區 是 似乎是不能碰的 但是 如果我們經過 政府倒的時候 要怎麼辦 是 各位朋友 這個 這個理由 每次你記得 我記得一次看的 馬英雄他們要照顧特定的人 他用他們自己的薪水 不是用他們 單純是台灣 用他們自己的薪水 用他們自己的錢 去固裝或者是 去統一政策買票 我們管不到 但是他們用的這個是 全民努力工作 繳的錢 你要拿這裡出來的時候 5塊 10塊 都拿去給這些特定 10塊錢 存一個5塊 在裡面 這些錢 當然不供你養小孩 不供你給小孩子讀書 不供你自己給買房子 不供你養老 不供你退休 為什麼 因為5塊 50塊 10塊 本來在裡面 都會逃逃出來 所以今天 我們如果倒楣 後面還會更倒楣 所以如果不再把錢放回來 大家來做一個合理分配的宣傳 真的 不是說要使大家做會信的 不會啊 馬英雄她兩個女兒在美國 她存款這麼多 七八千萬 她還有18% 她不會有問題 但別人怎麼辦 這段先到這裡 稍後再繼續 謝謝 好 各位朋友 台灣錢 陰卡末 都拿去哪裡去 來 隨著 為什麼 我們現在要去講 28%的檢討 為什麼我們要去講 200公里 這個聖宮年中委員 真的要砍掉 為什麼一切都是因為 無公平 很簡單嘛 台灣這個國家 2300幾萬 結果 政府跟所有主委 Cashinde 你剛才說的這裏單擠 有沒有 絕大部分都去照顧活動 跟退休的活動 結果 九百百十萬 Leb긴 要吃蜘蛛 連蜘蛛 連蜘蛛也可以吃 為什麼的 所以努力不太不爽 所以18%會不可以蓋 台大法律師教授蔡宗鎮就說 這個就好像優惠房貸 誰說不能蓋 最沒有為300萬改回來200萬 包括13% 你給他500萬這麼高 有人就錢 就錢他來給13% 那周美清怎麼辦 這個都不應該的 你至少額度要 我們不要求你一次給你費稻 給大家聽 因為還要照顧一些比較弱勢的人 但是改革是不能停止的 這是馬英俊說的嘛 是 來 司令 我經常跟你講 你不要期待公務機關去改革 軍公教人員的退休制度 因為沒人會講說 我自己來收法 來賺我自己的退休金 這是人性 馬英九怎麼會改革 我幫大家算一下 他退休頭前八年一個月而已 四十八萬 他十八萬價三百萬 一年利息五十四萬 他太太周美清價五百萬 一年利息六十五萬 他媽媽一年利息一百十九萬 年薪超過百萬利息 他還有存款現金七千多萬 他怎麼會改革 他是獲利者 他是最大的獲利者 他為什麼要改革 軍公教退休只有18%不合理嗎 為什麼公務人員退休 是用本縫乘以二 那勞工為什麼不能用最高投保薪資乘以二 那為什麼公務員在計算健保費的時候 只算本縫不乘以二 你不能天下的好處 都讓軍公教人員站走了 國家要照顧軍公教我同意 可是你不能占盡天下的便宜 然後讓其他人去吃苦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老公朋友 你怎麼輸口一個問題 為什麼人家公共這麼團結 票都投國民黨 為什麼老公朋友 你怎麼亂說 老公說我也有投國民黨 對 九百八十萬的老公做你星期天 只有三千人去凱道 你不要多 我不要要求全部上街頭 一百分之一上街頭就好 十萬人上街頭就好 你覺得馬英九 還敢去看逆光飛翔嗎 年旺他就是馬英九 就是讓勞工窮到連禮拜一 連上街頭都沒力氣 沒力氣 還要可能還要去找錢 來 沒有時間人怕街頭 因為要拚工作 這是很嚴重 所以台灣不說公民政議 公民政議對台灣來說 目前已經收視頻了 你政委制度本身可以減透 只要你這個政英 你這個政地人物